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我们正在欢声笑语并焦急的等待着A股的开盘 在过着国庆节 而千里之外竟然真的有人在放火箭 这次伊朗发射的180多枚军事弹道导弹 算是最有力的一次报复 无论是规模还是精准性都远超以往 震惊了世界 虽然说也被拦截 但是击中目标的比例创了新高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导弹发完了 作为对以色列最近暗杀行动的报复 就可以让双方服软 那就大错特错了 以色列刚刚发话说要进行重大报复 有可能会选择空袭伊朗的基础设施 或者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 那具体是什么就没多说了 看来更多的国家还是会被卷入其中 而美国则当然还是老一套 表示要支持以色列警告伊朗 不要挑战严重的后果 所以说现在真的是中东一天人间一年 甚至有一种说法 这是第三赛季最清晰的导火线 因为力度和时机都卡在了让人担心的时间点 毕竟中东的局势历来很复杂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发生连锁反应 而现在的以色列正在掌握着一个历史的开关 如果他们真的用了超规格的反击 那伊朗势必不会善罢甘休 只是这样下去 中东到底要打成什么样的火药筒呢 突然意识到 这轮A股的暴涨真的是在选择后 这样的资产又远离所有的战场千里之外 就连美国都被以色列拖得喘国气而来 所以说智慧就是智慧 稳坐掉于台决胜千里之外 请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